我們習近平,無極探 五十天可以幹嘛 五十天可以讓高中生全力出次拼職好 五十天可以讓大學生用來跑步還一次倒 可以用七七四十九天閉關練功 還多一天可以洗澡 蘇貞昌五十天 蘇貞昌五十天處理的事情卻多到讓人嚇到 非准太空計劃第三期讓太空產業由政府靠 一旁簡證便民首客不再覺得超困擾 承諾新人選站對手金山充浪基地一起打造 建設不分藍綠合併台風起十四號連接國道 增加十八台F光金扫描旅客行李公關效率高 全市外籍旅客拒絕罰款不得入境 說到做到提升海群警銷醫療福利以後 根據人一樣好 改變低頭面稿模式用公開影像做實證報告 提出專法要讓同性伴侶也能登記結婚白頭偕老 補助農機讓農民工具負擔減少 協調後運也讓假日農產也能運銷 七千家企業專心拼經濟到齊林登工廠繼續補導 補助補導菜換老車改善公司體量基層辛勞 三歲與女爸媽可以一起領留職停薪津貼照顧雙寶 方面玩都口渴了是不是該讓小編放假去和巴黎島 蘇貞昌第一天接合回讓大家笑他太老 第五十天記者問他體力怎麼這麼好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政院 認同麻煩按讚分享最少也留整年 讓政府再為台灣沖一整年 七十天可以幹嗎 可以讓韓國瑜承認高雄迪士尼指示童話 可以讓韓國瑜告白賺大錢指示神話 可以拍D直版MVC你能跳大嗎 可以用告別事案和燈會令人驚訝 可以讓韓國瑜到巴黎島認知其大法 可以讓韓國瑜喝醉直通後放兩天假 可以鼓爛魔力宏來高雄市 探重韓島魅力家 可以出國用舊通路牽農產 備忘錄德國再放兩天假 除了睡覺選總統是他逃避市政的唯一方法 請大家全力支持韓島終結這個國家 讓孩子們知道國內努力也能到一趴 這個世界沒有醉蝦只有凍蝦 好 這是蘇貞昌昨天在臉書上公布 他的政績影片 剛剛第一支的部分 他使用網路這個新聞的風格 以這個Google翻譯的Google小姐的語音 去唸那個旁白 那系數的太空計畫等等這些政績 那當然剛剛衝衝衝內閣50天紀錄之後 接下來你看韓國瑜的影片 這個韓國瑜影片是臉書粉專 叫做奉命行事 他貼出這段影片 一開頭就跟大家說70天可以幹嘛 他是模仿蘇貞昌政績50天的影片 也舉出韓國瑜上任70天以來所發生的事情 來 志宏 一樣一個高雄人 你怎麼樣來看他 因為我看起來兩個習慣比一比 不過這個韓國瑜也講了 他說他去中國不會帶掃把 來 怎麼樣看最近韓國瑜的表現 先看這個50天跟70天比一比之前 我們先看過去20年30年他們在幹嘛 我舉這個數字出來 1981年的時候蘇貞昌當選審議員 那時候因為炮火猛烈跟這個游錫坤 謝三生被列為這個議會的審議會的三劍客 1989年蘇貞昌當屏東縣長 因為推銷這個連戶 黑珍珠連戶 所以讓屏東縣成為黑珍珠的故鄉 那也因為他們的行政效率加倍 省政府連續39個月 評比是第一名的地方政府 那1997年當選台北縣長 他規劃新版特區 興建淡水碼頭 那等一下來講這個50天 那對照這個韓國瑜他1990年 當選台北縣議員 不知道做什麼 網路查不到這樣 1993年當選立委的時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件事情 這個問政少 除息率低 再來是打扁 三件事情而已這樣 再來比較50天跟70天 蘇貞昌上任再任這個行政院長 做哪些事情 剛剛很清楚 這個網路的影片 枯手出來 他這個批准的太空計畫 銀行檢變這個便民都已經做好了 他只要做 再來是核定台中74號連結國道 等等的這個很快50天做了一些核定 做了一些協調等等 那再來韓國瑜就任70天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擔心他開了很多支票 說了很多願景 但是我們擔心做不到 所以我們剛開始在就任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民進黨在議會的時候 就提出一個概念就是說 韓市長你們現在的施政理念方向 已經溫過去前朝不一樣了 請你們從編預算把你的政見理念 落實在預算的編列裡面 好好執行你的政見 但是他們韓國瑜市政府拒絕 沒有做預算的編列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預告他所談的政見已經準備跳票 那是在當時就任的隔一天的事情 那後來在這個臨時會質詢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來列舉他12項政見 他只同意只回答說能做只有兩項 所以剛剛網友裡面戲稱說 迪士尼沒有了 還有其他做這個愛和登會等等 那再來後來發現說陸品他當時有答應要做 陸品做下去的時候 好像全台灣都歡聲鼓鼓說 哇他做得不錯 後來我們去問的時候發現說 這個陸品的預算 早在前一年的10月均開始發包 是用這個平均地權基金的潛均發包出去 開始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的他的這個收割啦碰轟啦 的確得了在這個時候 這個網紅當道的時代 獲得很多掌聲這樣 好在他現在前陣子去了新馬 接下來他去中國大陸四個城市 他說把貨賣出去 那貨賣出去我想說如果照這樣講 通路已經找到了 這個所有的農產品價格不應該崩盤才對 但是卻發現說 鳳梨為什麼開始崩盤了 我們在過年以前還知道說 可能紅豆下的20下年了 我昨天也聽到吳冠義在講 我才知道說2月份 他說是空前的低 而且不應該 空前低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一般來說現在的高雄其實 還不是真正鳳梨住在的時候 還不是因為一般來說鳳梨是從屏東 慢慢的一路這個熟到 比較那個台南加義等等 這地區高雄其實也不是鳳梨產出的最大宗 最大宗是嘉義跟屏東 為什麼這個時候還沒有大廚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價格崩盤的問題 到底他現在開出說已經開了很多通路 很多外銷 到底是外銷的這個過程出了問題呢 是不是這個應該強化的冷鏈的系統 缺工 增加這個採集 採收工的問題是不是出了問題 還是說其實真正大宗內銷市場 很需要的這個市場的行銷不足呢 問題非常多 所以其實現在看起來 他好像是在這個慶祝行情裡面 可是我們一一去檢視說 到底韓市長他所講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話每個政見 到底有沒有落實 這應該要檢視 另外他即將要去中國大陸 會見到什麼層級啊你認為 中國到底怎麼看 他這一趟的中國之行 對我們相信 中國一直以來 這個跟韓國瑜他他表達的就是說 政治0分經濟100分 可是當習五條講下去之後 一國兩制一中原則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長期這個藍營人士 在追求中華民國存在這個立場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 但是韓市長他沒有去大聲疾呼 對中國嗆聲說 請捍衛中華民國存在 他卻反過來去取笑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不敢不愛中華民國 現在所有國人共識 就是維護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那這個憲政體制可以永續下去 讓台灣的自由民主機制 可以好好生存下去 這才是我們現在台灣中華民國 應該要存在的一個依據 但是韓國瑜他卻是 像是什麼 像是習近平在台灣的代言人 所以剛剛小君姐前面講說 有形的力量跟無形力量 我發現說其實在台灣社會 無形力量裡面 韓國瑜已經是無形力量裡面的 有形力量 很清楚他是一個習五條 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在台灣的一個代言人 那這次他要去中國大陸 到底見什麼成績呢 我們比較一下過去 OK 他在這個柯文哲在2015年 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見到是上海市長楊雄 在2017年雙城論壇 他見到上海市長應勇 在當時還有跟這個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這個閉門的這樣會晤 當然他當時提出兩岸議差心獲得很多國內人的批評 另外朱立倫現在跟他要參選總統 今天跟韓國瑜見面 對當時他國共論壇他是跟習近平見面 當然也有跟這個省委書記 上海市的委書記還有國台辦當時的主任劉潔一都有碰面 那這一次可以值得觀察的是他雖然選擇是在南方的幾個城市 廈門深圳澳門香港看起來像是政治性比較低的城市 看起來像是 所以如果說北京希望韓國瑜在這場國民黨的總統初選裡面 可以成為初選總統的角色的話 會不會在這個場合裡面任何一個地方 會不會派一個重量級的層級來跟韓國瑜會面 像是說韓國瑜你想選總統 你必須經過北京派人來跟你面試 確認你的立場 確認你的思想到底是不是可以符合北京在台灣代言論這個角色 讓九二一中原則要統一台灣的言論在台灣可以不斷的發酵下去 這是值得觀察的方向 一個50天一個70天來比一比 來姚老師那事實上比一比哪些是真的比較有具體 哪個是比較有政績 因為剛剛我想兩位在地 包括姚老師也是高雄人 因為網路一直說韓國瑜 他的行程有時候突然間就會消失 所以網友就說你不是出國就在睡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是有點苛責 你看他也是這樣 你看他人散散了也吃拼了 也不是說都在睡 這是說他常常沒在的時候 副市長說他感冒 韓國瑜說我沒感冒 所以像在北燦 同一個行程也都不攏 那我想說高雄到底 在過去兩三個月發生什麼事情 姚老師因為昨天晚上 發生三起砍殺案 造成有三個人受傷 其中這是在高雄 其中有一件是發生在凌晨的兩點鐘 我們看這個圈畫面 五福路 凌晨兩點鐘是五福路有一間KTV 有一對板模工師徒 喝了酒之後一言不合 那師父不滿徒弟在臉書上抱怨 他竟然以隨身攜帶的開山刀 砍殺徒弟 一路從包廂內追殺到廚房 徒弟被砍到劍骨 重傷送醫 一個晚上就發生了 有三起的砍殺案件 所以我想治安的部分 其實韓國瑜市長應該要特別了解 因為三界砍殺案的暴力事件 除了鳳山有停車場的追砍之外 新興區有KTV 就是我剛剛講的板模師父 持開山刀砍殺徒弟 清晨五點多鐘 有一間海產店也爆發禁酒的糾紛 一名客人被酒瓶劃傷 深夜看起來不平靜 韓國瑜的說法是 警方兩分鐘就趕到現場處理得已 但觀光客都來了 他特別呼籲市民盡量降低暴力之氣 減少衝突 他也認為警方要加強巡邏 全力維護港都的治安 來 楊老師怎麼看 其實你說今天一個晚上三起雄殺案 我不會把它跟任何 跟韓國瑜有任何的連結 因為治安這件事情 並不是某一個市長都上了 然後這件事情就不發生 這兩個人就不爭吵 這種事情很簡單 它是一個長期的事情 治安本來就是 隨著個別案件來發生 所以我不會把它怪在韓國瑜身上 反過來 像剛才柏林說的 對不起 柏林說的這一個 我們的訂房率提高了20% 我們哪樣東西提高了10% 可是他唯一沒有說的是 他為這些提高率 為什麼跟韓國瑜上任這三個月有關 因為難道不是就好像屏東的燈會 如果屏東這一次政黨輪 所以寒流的影響 對啊 如果屏東燈會 假設屏東這一次政黨輪替了 搞得那麼漂亮 人家我們會說這是新縣長的功勞嗎 不是 那是因為已經做了很長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做了一年多 今年把它發揮出來 它是一年多的成果 所以現在 所以我甚至於都不覺得 我到現在為止我從來不說 韓國瑜到底有什麼成果沒有 因為不會有成果 為什麼 90天 為什麼不會有成果 70天可以有什麼 任何一個人做到市長 他市政會議到現在才可以 再給他一點時間 他開過幾次 他只是才下過幾個 然後他還要把那個政策 落實到某個地方 然後那個內建政策做完了以後 還要有成果顯現出來 就是說今天你任何數字 跟韓國瑜要連結上 都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沒有成果 我都覺得理所當然 更何況 他利用時間出了國了 他還要做最近休了假了 這件事情本來就很正常的 按要把他擺菜 跟韓國瑜連結 我才會打一個大問號 那是牽扯 其實沒有多大的關聯 我們看一個政治 我們看個政治是看長期的 韓國瑜現在做 然後他提出什麼樣的政策 就好像他不管是要做 愛情產業也好 我不會今年半年就問他 你做出來沒有 我明年才問他 你有沒有一個計劃 跟實行的方案完成了 就基本上你要有一個這個嘛 等到四年三兩年以後 你是不是有一兩個產業出來 四年以後大家就可以問他 你的政見到底有沒有旅行啊 這這個很簡單的過程 政治不是一天做 第二天就有成效的 它中間要有個連結 過去政府做的 今天就好像 他上任完了以後 一個月之內馬路變平了 事實上後來大家發覺到 原來其實那是因為前任政府 在任內就發標 他發就是招標 發包出去招標的 發包出去了 然後呢 然後施工的就在他就任 12月25號就任兩個禮拜以後 開始施工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變平 所以 這跟韓國瑜沒有關係 來來楊老師 所以我就說 楊老師做一個非常理性的分析 可是我們現在優勢的是 台灣呈現一個反制的狀況